Youtube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你没有听过别人说 因为我在两个地方听到同一句话 我觉得很频密 说人的喝求有关 你认为是不是? 什么人和人的喝求有关 人的呼召和人的喝求有关 圣经说是神简选我们 是神简选 当然是这个人一定要喝求才能进入计划 但是神不是因为你喝求所以简选 神是出于他的超自然的计划 他在永恒里面已经简选了人 不是因为人所行的事 在罗马书9章有讲到这件事 不是因为我们够好所以他简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会信耶稣 所以他会选我们会信耶稣的 他是简选这个奥秘我们要到天堂才知道 我能够回答你了 我能够回答你了 我说得清晰一点 譬如神简选人 神简选人是跟那个人的喝求 内心的喝求有关 即是说可能那个人的内心没有这个喝求 神简选人 跟他自己本身里面的喝求有关 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 我现在先上了YouTube 然后我回答你 然后我先确认一下 我先确认上 先确认上 先确认上 先确认一下 先确认一下 看到我了是不是? 你们看到我了是不是? 好了 你那个游戏 我会移动 我会移动 因为我现在是完全没放好 现在已经上网了 在YouTube那里的 好 祝福大家 多谢天父 不过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 是 我看到了 在Catherine Kuhlman那里看到 你才说 那些问题是吗? 是啊 总之 我同一个东西 一个是中文 中文都没有听的 英文就是我在Catherine Kuhlman 那些文章那里听的 嗯哼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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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那个人渴求 你的意思是吗? 就是因为那个人渴求 所以神就选择他 是不是有什么意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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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意思 嗯 而是神选择你呢? 这个我明白的 是神选择人的 不是人主动的 是神做主动的 OK 是 但选择你呢 他选择你呢 是跟你里面的一个渴求是有关的 因为他会 选择人 到底是否和人的渴求有关 就是神会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就是说神是会考虑 因为这个人渴求 所以我渴求 所以我渴求他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是否这样的意思? Michelle 或者 譬如 是 一个神选择你去做某件事 而那件事 其实呢 是你耐心心上 很渴求去做 是会的 就是神会选择你做一件 你很不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 你是很弱的事情 这样 就是 就是 你那件事 是跟你的 一定会似给你的 力量 或者 就是 我听过 有些很大件事 那些 就是不是小小事 或者整个国家去宣教 有些叫了几个 就是 类似牧师那些 那些 那些人都不肯制 后来可能第四个 那个就会影响到 大半个国家都信了耶稣 有些是不肯制就真的 真的不能做 OK 其实呢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神简算了 祂不制 不过最后制的 那个是谁呢 旧约 约拿书 约拿先知呢 是不制的 不肯的 不过最后呢 神呢 就 感动他 以至他肯 那他其实是 也都是 神是传递一个讯息的 也就是说 其实以色列人是不肯 遥恕外邦人的 以色列人是很不喜欢外邦人所做的事 所以他们都很难去 祝福外邦人的 但是呢 我先看这个 我知道如何表达 神简算一个人 他就会放这个想法在那个人里面 应该是这样说 是的 但是那个人呢 可能他自己发现有某一个想法 但他不知道是从神而来的 可能他不知道 这样 嗯 是 是 是 我其实呢 我自己是 很喜欢宣讲一些话 或者分享我自己的 但是当时因为我 叶牧师 我自己就以为我自己的性格 喜欢分享 但是 可能 后来我就领受到神的意象 就是叫我在台上讲话 那 断了 Michelle 我听不到你在台上讲话 接着断了 是的 神给我的意象 我就在台上讲话 但是之前我是很愿意 但是我自己呢 就是 别人叫我分享 我很愿意分享 但是当时 我就 有这个想法 我自己分享 我又不会害羞 我是很愿意去分享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是 你叫他分享 他是很害怕 很害怕 最好当他是透明 不要邀请他 我自己就是愿意的 还有我是 你上台分享 ok 但是 不过当时我就未接受神的意象 但是 后来呢 神就给了个意象 我是上台讲话的 这样 那就是神 我在想 神给一个 就是他选一个人去做这件事 其实他都给了个意象 放在他的心里 只是那个人 未发现这个意象 是从神而来 嗯哼 是 是 神是会这样的 嗯 也同时呢 是 一方面呢 就是说 神会放了个意象 在他心里面 就是神呼召人的时候 他负责感动我们去做 就是他会做这件工作的 神是有这个 感动人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的 就好像耶稣去呼召门徒 他就这样 来跟从我 那他们就放下 马太放下他的税关那些钱 那就跟着他走 那这个就是神那种 运行 神的灵的运行 那很可惜就是 马太没有形容到 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 耶稣就叫他跟着 呼召跟从我 那他就立刻就跟从 那到底他内心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我们知道呢 就更加会 那就更加会好 但是我们 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 可以经历到的 神真的会感动我们 神就会给力量 我们 感动我们 不过同时我也都说 另一个事实呢 就是 有很多人得到神的呼召 但是他是后来呢 是 啊 很多牧师呢 转道啊 是 是 侍奉神 但是怎么知道 后来就 很软弱犯了很大的罪 以至呢 是 就是 有些回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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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失去了机会 再没有机会 再去回本来神 想他做的事 这个就是 人是会 做不到神呼召他的事 都可以发生的 所以 人也是本身有他的责任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罗马书8章32节 那就是讲到 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广道法 神属性广道法 就是说 在讲的时候呢 那重点是什么呢 让人去感受到 神的尾线 目的不是只是讲了一篇道 而是神呢 哇 就是人 神感动人 或者我们的信息 带出神的恩典 意思是人就说 哇 原来神那么好的 哇 神原来有那么多恩典 有那么多礼物的 神原来呢 是那么奇妙 那么慈爱的 我真是呢 很喜欢跟从神 就是说 因为被神的灵感动 就 高度的 愿意 就是回应神 因为 其实人受圣灵感动呢 都是 主要是恩典的 就是 圣经的教导就是恩典的 就是人不是说 哎呀我好怕地獄 所以我呢 现在我要好 信耶稣之外 我还要好委身去侍奉神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少 我们很少听到人呢 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很怕地獄 所以呢 就信耶稣又很爱神 又很尊重神 不过是出于惧怕 出于审判的 就是我们很少听到这个情况 虽然我们应该有记得 神是会审判的 我们做的事是需要交涨的 我们人是应该知觉这种东西 但是主要的动力 应该来自神的恩典和属性 就是他 属性就是本性 恩典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 这些就是恩典了 所以应该是恩典推动我们为主 事实上 神做人 都是 和动物呢 都是有 恩典的 就是比如动物之间 人之间都有爱 都有感情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 就是 人的爱 或者甚至动物的爱 都会激励其他人去对他好的 我们看得到这个神 就是将他的属性放在我们人心里面 就是有这种爱 我们有这种爱 我们就会去对人好 而人就因为看到我们的爱 而受感度改变 所以这个神属性 《广道法》和《茶经法》 是想别人 好心心欢喜神 喜欢神 好欢喜行神的路 于是就会 全心全意去遵从神 也很开心地跟随神 好了 首先我问了 有没有人想试试试 用这个经文去试试 有没有人试试 就是说 你要跟我试试的大纲方式 先出过一次 已经 可以再出一次给大家看看 这个大纲方式 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才可以用 你如果不熟悉的话 就不要用了 就是你今次第一次看到 你就不要 就是你本身都听过 以前我们听过的了 所以熟悉 OK 那有没有人想试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继续 好 现在回到罗马书8章32节那里 神记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伯伯的 刺给我们吗 有个刺 很重要的 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现在识经 他放一个刺字在这里 是有什么重要性呢 他想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刺呢 就是说他伯伯给你的 就不是由于我们 怎样努力去赚取的 是的 没错了 就是呢 不是 好像神呢 就想给他 是神将万物刺给我们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里面在以赛书有讲到一个经文 就是讲到 我们的义都好象污蔚的衣服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觉得我们做好 其实在神眼中是不完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时帮人也好 我们也是会有不耐烦 我们祈祷也会有缺乏信心 会分心 会怀疑 都不能做到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因为尽心爱神呢 这个就是神的戒命来的 那么呢 就违背律法就是罪 圣经有讲到 就是说人当他呢 知道神的律法 或者根据神在他心中的律法 因为神呢 将律法呢 写在我们的 刻在我们的心中的 所以人呢 是会知道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那而 圣经讲到 违背律法就是罪 就是说我们知道应该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爱神 和爱人如己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犯罪了 犯律法了 所以 当人有任何的忧虑 担心 怀疑 不开心 负面的情绪啊 其实这些都是罪来的 就是说在完美的状况呢 我们是不会被这些罪影响的 我们不会有这些负面的思想情绪的 就是天堂的人 不会一直烦恼啊 是会充满喜乐和爱的 这个因为是 就是他完美的时候 他就会尽心爱神 和爱人如己的 他会有这些表现的 那如果没有这些表现的时候呢 都是罪了 所以我们就算 做着好的事的时候呢 都带有罪污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 不配得到神的赏赐的 就是我们做的事呢 是不配得到神的赏赐 不过神呢 祂是好到不得了的 祂是很乐意上次人的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在路加呼音也有段经文 就说 他说 你哪个人有仆人呢 去田里耕种回家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主人就说 你坐下吃饭吧 但是呢 他说主人不会这么做的 主人会做什么呢 你快点煮饭 然后你出上带子服侍我 我吃完之后你才可以吃 那当那个 那那个 伯人做了一切的时候 主人更多谢他吗 那他说到一个普通的情况 就是按照 如果人按照人做什么来报仇呢 那个主人是不会多谢他的 因为他是 就是他有赚钱的嘛 他得到他的报仇 那所以呢 按照他的报仇 他已经 就是他的主人已经给他报仇了 所以主人是不需要谢谢的 那这个是说到 按照律法的方式 去衡量的时候呢 那本人是应该做完一切呢 都是 无用的仆人 耶稣说 所以我们就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 是我们应当做的 那所以我们做什么呢 都是应当做的 我们遵从神应当做的 不过神是很好的 神呢 虽然 就是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意思 不是说神不会多谢我们 其实神是会多谢我们的 他意思是什么呢 神是真是 他是很特别的 虽然我们不配得到上次 因为 因为 耶稣为我们死 根本我们不配的嘛 跟着 神呢 就什么都给我们 我们不配的嘛 那 那 就是我们根本是 应该是 自动地做完这一切的 做完一切之后 我们都不完美 所以我们都是 无用的仆人 就是我们根本 做不到神 想我们做的事的 所以我们应当呢 就是说 啊 我们做的事 都是应份做的 我们都是有做得不完美的 求主赦免 就是这个 我们的心态 不过神的心态呢 就很特别的 神真是很慈爱 很怜悯 很祝福的 他呢 就不会是这样 他是会 将万物一起赐给我们 有人爱神 神就欢喜到不得了 他的爱 不会是完美的 就是没有人的爱是完美的 但是 神就不会说 啊你不够完美 所以我不想辞来 神就会将 人心未曾想过的恩典都会赐给他 所以我们看得到神呢 就是 他真是 不是我们配得 他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以上我所讲的就是解释 比如说信息 或者领茶经 领小组 都很重要的 就是需要将那个观念解释清楚出来 我先解释清楚 就是说 我们做的是应份做的 而我们做得不够完美的 我们不是有 就是 我们所行的 而是带有罪污的 不过 神是很乐意出于恩典上赐我们 所以因典将很多礼物给我们 这个经文呢 说到 神记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神呢 他没有留下他的儿子 他的独生儿子 而将他的儿子 赐给我们 为我们捨己 我们这个很大的恩典 神记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刺给我们 他们都会将万物所有的一切 万物 万物包括什么呢 万物就包括万物 就是一切 其实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创造 和为我们预备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我很想有很多很多钱 神未必会照我们想的 但是呢 祂会给足够我们 就是祂会给足够的恩典我们 那我们 未必是 很有钱 但是神会给我们足够的钱 可以去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东西 我很感谢神 我有这个復興宣教士工 就是神供应我们有足够 可以帮到非洲的牧师 那这个是恩典来的 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 都是神给我们各样的礼物 那是万物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事奉发挥的时候 需要的东西 神都会给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 需要的 发挥的 我们的恩赐 能力 这些一切 神都会赐给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供应 资源 还有support 就是说 有神的support 神的支持 神的同在 还有基督徒的支持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支持 是一个礼物来的 因为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其他基督徒 找教牧去帮助 我们侍奉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同工去帮助 找其他甚至 我们不配得的 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 根本我们是不应该受到这么多礼物 但是神就将很多很多的礼物赐给我们 我们用一个比喻 就是用一个比喻 大家会有深刻印象一些 就好像有一个人 他为一个主人做工 他又不是做得很完美 就是他做得不是很好的 但是怎么知道 这个主人呢 就给他很多机会 去训练他 给他机会发挥 又为他预备他需要的一切 为他预备他需要的钱 甚至为他预备一个配偶 好 这个有些人说 哎 神为什么不被判断我呢 但是有些人 神就为他预备单身 都是好的 就是单身 如果我们欢喜地领受 享受神 我们可以享受单身 那也是可以享受婚姻的 在婚姻里面得到帮助的 就是这个仆人本身 就不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是他是有心愿意听主人说 但是他不是做得很好的仆人 但是这个主人呢 就会教他做 训练他做 陪着他做 加力给他做 那就令到这个仆人 就很大大的发挥了 这个呢 这个比喻就好像我们这样 根本我们是 真是我们很多缺欠的地方 但是神是很乐意 将各样的恩典 包括恩赐啊 能力啊 这样赐给我们 需要的机会啊 训练啊 支持啊 供应啊 所有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呢 神都会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经文呢 真是很大的鼓励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有神的支持 有神的供应 他会将万物都给我们 我们需要用一切呢 只要我们是愿意行神的路 遵从神呢 神就一定会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呢 就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 就是说 怕着我们走神的路 会有什么后果 神一定会陪伴的 甚至有一天 甚至我们要为神殉道 在殉道那一刻 神都会赐给我们额外的力量 起落平安 以至我们能够面对殉道呢 都能够是 有力量有起落的 那这个就是 神将万物赐给我们了 那 在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 想问先 就是关于识经那方面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呢 我没有啊 OK 好 那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讲信息那里了 我希望大家记得 我下面那里我写了一些字的 神呢 赐独生子 神将万物一起赐给我们 我特意写个赐字 转到红色了 赐的意思呢 就是礼物 不是靠行为赚取的 所以呢 是礼物 是神定义给我们的 所以 坚定的信心 当我们信靠神 是这么美善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更大的生命的更新 就是说我们坚定信靠神呢 生命就会改变了 坚定的信心 而更新的人呢 就会领受更多的礼物 就是我们 当我们看到神这么美善的时候呢 我们就欢喜神了 我们就欢喜神了 我们就自然就会以神为乐 会遵从神 行神的路 其实呢 因为礼物始终不是我们的行为 拿回来的 譬如有个人送礼物给你 当然人有时候送礼物 是因为行为 也有的 但是神的礼物不同 因为神的礼物是超乎 普通人的礼物的价值的 是非常高的价值 不是因为这个人够好 所以神就将礼物给他的 是神定义去祝福人 所以 神的礼物呢 不是我们赚到 不是我们配得的 所以既然是礼物的时候呢 譬如有个人说 请你喝茶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接受呢 就是接受 就是 信就是说我 我相信你是请我喝茶 我就接受 所以信基本上是接受的 就是领受 就是别人给我们 我们领受 所以 离物是领受的 但是 那跟行为有什么关系呢 当人有信心的时候 他自然的生命就会有改变 就是他有信靠神的心的时候 他就会因为神 他就会很感激神 他又会把耶稣的好消息 说给人听 他又会荣耀神 他会歌颂神 就是他有很多的果子 那这些果子呢 就是因为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所以呢 神就喜悦了 神就会赏赐他 就是他的信心 结出果子出来 就不是他的行为 赚到回来 就是不是说 他做了一些好东西 赚到回来 而是他的行为 显示出他真是被神改变 他真是回应神的恩典 他有这个信心领受 和有感激神的心 他回应神的恩典 神就将万物一起赐给他 所以 始终是信心领受的 凡是礼物都是信心领受的 不是我们赚到回来的 而为什么圣经讲这么多行为上 会带来的那些祝福呢 是因为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信心就会产生行为 就是有强烈信心 就会有强烈的行为 这强烈的行为 神就喜悦 取以他的信心 就会大大赏赐他 OK 关于这点有没有问题 OK 那好了 我们现在讲到讲道的方面 我们讲过大纲 可以到讲道大纲 其实每一点都是有个原因 每一点都是说 将显出的目的 这个主题 其实这个经文可以有什么主题 每一个经文可以有不同主题 我现在用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信靠神 领受神 赐给我们 很丰富的恩典 或者是信靠神去扩展我们的领域 都是差不多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主题 既然神是将万物赐给我们 我们就去 倚靠神 去得着神更大的恩典 这个主题 那 好了 那有没有其他主题 可以有的 比如有其他主题 可以讲到 神就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 我们可信任的神 那重点就是在神那里 就是 祂是一个 将很多礼物 祂是厚次于众人的神 或者是说 我们不要觉得 我们配得 可以另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配得 什么都是 礼物都是神赏赐的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主题 那当然 如果直接看这个经文 就是我讲的主题 就是会最直接的 那 就 OK 好 Michelle跟我关镜 有一个人的镜 好了 那我们就 看到这些主题 就是这个主题 就是说 神是 就是神给我们 那么多礼物 我们怎么去claim 怎么去领受 这些那么多礼物呢 那这里 我们来讲到 那个 大纲 等等 等等 对不起 那大纲 首先就是说 人反面和正面的例子 和原因 那为什么有这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 让人知道 原来 人很多时候 是会 嗯 没有做到神吩咐的事 结果呢 就会 有不好的后果 这是一个警告 其实这个目的 是想人们 都会看得到 神原来有那么多礼物 所以人们都会 欣赏神 就会欢喜神 就会去领受神 那么多的礼物 这个目的 就是反面例子 去帮助人 去知道 我真的需要在神前 要悔改 因为我很多地方 没有听神的话 然后神的属性 就是神的恩典 鼓励我们 去信靠祂 去捉紧神的恩典 去领受神更多的恩典 然后第三 就是提醒了 就是有些人不听话的时候 的警告了 第四 就是怎么样 可以得到神的丰盛恩典 那挑战就是鼓励大家 是一个 就是好像对那些人的 一个个人性的一个讯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就将这个经文 用这个方法去表达出来 先说到 神既不爱惜自己而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喜不亚把万物 和他同伯伯的赐给我们 就是说到 神就很多很多的礼物赐给我们 不过很多基督徒 他们的想法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 有些又不熟悉圣经 有些又跟神关系不好 所以他们发觉 他生命很多破口 很多问题 他们有时又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他们会有很多 就是烦恼 和人关系不好 祈祷又没有心机 又没有从神得力 所以他整个生命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他就会说 神都不是给我的礼物 很多不好的东西 他就说 哎呀我好惨好惨 神都不理我的 其实问题不在神那里 而是人 有没有走神的路 有没有遵从神的吩咐 活出神的生命 如果他没有的时候 他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也有时候 很多时候 人对于苦难的看法 就是他觉得 有苦难就是神不爱我 有病就是神不爱我 所以 神其实对我不好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 幸林子 他虽然那么多病痛 但在病痛中 他看到神的恩典 原来 我们人 会受苦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受苦 因为人类反而 受苦不代表神不爱我们 这是人生的其中一部分 而当人是 在苦难中 他不看到神的恩典 他就会埋怨 就会有很多问题 好了 神的属性 由这个经文 其实是很美丽的 第一 就是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 他救赎我们 因为如果不是 有耶稣基督 承担罪的刑罰 我们个个都要面对 罪的懲罰的时候 是很严重的 还有如果没有耶稣 没有神的恩典 当人类一犯罪的时候 神可以高度强烈地 追讨人的罪 就是人的罪 神可以高度的懲罰 但是神是 因为耶稣的救赎 他就对人有一种 他的怜悯 因为其实所有的罪 耶稣已经付了罪的代价 神是给人很多机会去悔改 他给这个世界有很多好的东西 给人去欣赏 去享受 让人去想到 神是一个微善的神 神是 他的属性 就是他是很微善 他是很有怜悯的心 他也是拥有一切的 他一切在他手中 万物都是他手中的 他是慷慨的神 他也知道人的生命如何 他会留意到 他会欣赏 他会赏赐 就会祝福 然后是恩典 属性就是他本质 恩典就是 他会为我们做些什么 他会为我们做些什么 就是他会 将耶稣赐给我们 叫我们得救 他会感动我们 悔改信主 改变我们的生命 而当我们继续 亲近神 遵从神 事奉神的时候 每一件事神都喜悦 当我们 圣经都应许 神已经应许 当我们信靠他 他就一定是 祝福我们 加力给我们 叫我们 称我们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遵从他的时候 我们就建造在盘石上 这个人就有福 先求神的国同意 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为人心都未曾想到的恩典 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又不能不得赏赐 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大的 他真的将很多东西给我们 而在这个经文 特别讲到是万物 所以基督徒 是可以捉紧这个应许的 就是说 譬如说有个人有这个感动 不是为了他自己私人的私欲 而是说 我有感动 我看到这个世界 这么大的需要 我看到这么多人的需要 我就求神给我这个领域 可以去祝福这些人 譬如有些人他有这个心 去到一些异教 那些敌党基督教的国家 去传福音 他不怕死亡 因为他知道死亡 神都会和他同在 神会祝福他 加力给他 就算他死了 他得的上次是更大的 死亡有时是 带来更好的见证 因为人看到他死亡 都不怕的时候 有更好的见证 那他就说 神啊 我很想进入这个领域 求你赐给我足够的资源 其实他不用求的 他先求神的国和义 神已经会给他的 神就为他预备的 但是我们是可以祈求的 神啊 我有这个心 我很想关心这些族群 很想关心这些异教的人 很想关心这些 我会去复兴和训练的这个神 给我们感动 神又给我们资源 可以去做了 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在祝福神的应许 处理生命 不要任何地方 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听了神的话 神自然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提升了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在祝福这件事的 神会答应给我们的 好了 那提醒和警告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虽然神答应那么多 但是有很多人 他们都是不听话 他们都在罪中 他们就 譬如施奉神 有时就会 为了自己的私欲 要厉害给人看 他没有留意 其实圣灵会感动他的 你有骄傲 你好像为了荣耀自己 但是他的心里面很强 那种荣耀自己的心很强 于是他不理会圣灵的感动 就是圣灵感动 是我的工作 但是他就会看到 我现在那么厉害 带着那么多人信耶稣 我祈祷那么厉害 那些人那么大改变 我真的很厉害 他就没有留意圣经的说话 也没有留意圣灵的感动 这样的时候 他可以失去很多 因为神是不喜欢骄傲的人 神也不喜欢奪取他荣耀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 他们得不到神封诚的恩典 甚至他侍奉神 因为他的心不正 所以结果他带来很多破坏 那如何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信心 就是信靠神的心 第一 我信靠 圣经说了他一定会做 神会给足够资源 给我发挥我的生命 我信靠神 我倚靠神 神一定会发挥我的生命 我只要走在神的路上 我的信心会产生果子 即是我既然信神是这么美善的 神的救恩是这么绝对的 那我就会很想去 帮到人得救了 我也很想活出神的生命 很想荣耀神 透过我们的生命荣耀神 于是我们就信靠神是这么美善的 那我就捉这件事 帮助自己全心相信 有些人信和全心相信是不同的 譬如说平常的日子 平安的日子 信都容易一些 有些人一到被人骂 他立刻说 哇 神都不帮我 事奉的时候 稍微有些缺乏经济 立刻就很担心 其实很多事奉的人 都会经历过困难的 但是他们又依靠神 神又供应 譬如我们来到中国宣教的大德生 那他也是曾经很大困难 但是神又供应他 譬如去非洲的这个Heidi Baker 他也是神叫他 为和养很多的孤儿 那他去到那里不单止做这件事 他也兴起他们成为牧师 建立很多的教会 那神真的供应他 但是他起初的时候去到是没有钱的 还有中间的过程 是很多时候都没有钱的 那大家如果上网看 如果听到英文的话 找Heidi Baker 是有不同的影片 说到他祈祷那些食物 会加增的 包括很奇妙的 他那个建成的 他说神会加增那些碟 因为那些碟不够 神会加增那些碟 和那些食物 就是说我们认定神是会 真的会赐给我们的 那我们都处理我们的不信 处理我们的怀疑 这些可以很长篇讲 我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我们的不信 因为我们担心神会帮我们 处理我们的怀疑 会不会怀疑神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好的 或者怀疑神到底他帮助 会不会及时呢 帮不帮到我呢 我会不会去一个很难的 出来的困境呢 我们处理这些了 那我们有信心 我们信靠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结出果子 我们就会爱神 感激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我们又遵从神 又爱神 又侍奉神 神就喜悦 神这个计划就会成就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 神的赏赐 其实这是赏赐来的 就是我们不配的 神出于恩典赏赐我们 其实都是讲到人的 他有回应神 然后神会赐给他的 虽然这些是礼物 但是那些礼物呢 当人没有信心是得不到的 其实每一样我们得到的礼物 都是同我们对神的回应的 譬如人会悔改信主 然后他才会得救 他没有悔改信主 是不得救的 他是有祈祷 他才能够得到力量 耶稣就尝在他里面 他就多结果子的 他是会爱神 然后神就将他心里所求的赐给他 将他超乎他心里所求的人 想象不到的 他先求神的国同余 而这一切要加给他 他侍奉神 神就必然赏赐了 那就是说 一定是这个人有回应神 然后神就将这些礼物 就白白赐给他 那不是他的行为赚回来 不是他赚回来的 是神出于恩典而赏赐给他的 这个就是神那种很特别的恩典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我们就学习 我们既然深信神那么好 所以我们信心就结出果子了 就会经常感激神 经常爱神 经常遵从神 经常侍奉神 经常荣耀神 总是会这样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神是我们的开路 就会发觉神扩展我们的领域 我们可以给神大大使用 去祝福很多人 去提升很多人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礼物 所以我们就说 神既然有那么多礼物 我就真的信靠你 倚靠你 神就必然将各样的礼物赐给我们的 好了 挑战了 挑战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对神的怀疑呢 可不可以今天 我们真的去信靠神 那么大的恩典呢 我们看看周围的人 如何得蒙神的恩典 或者我们自己如何得蒙神的恩典 我们就说 我们因为罪 所以不能够得到更多恩典 但是我们呢 越倚靠神 越亲近神越得到 我们就反思我们的生命了 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整个生命呢 都是全心信靠的 没有任何的怀疑 没有任何的担心 一有怀疑 担心立刻放弃 一有任何的罪 立刻放弃 立刻处理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有力量了 就可以领受这个神很大的恩典 那也都大家可以数算回 由信主到现在 都有没有进入一些不同的恩典呢 神的供应呢 神的祝福呢 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就说多谢神 多谢神 以往有的 会继续更多 而更多呢 是可以感觉到 有些人呢 他的灵命成长是这样的 就是少少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他一有信心 那好吧 我愿意踏出去 不怕的 我去传福音 我去坚立人的灵命 我去亲近神 多些亲近神 我踏出去做更多 为神做的事 那他的提升 可能是很高度的提升 就不一声 很大改变 那我自己少少的分享 我记得我那时候呢 我是 信主之后 我立刻很热心传福音 是真的 即时的 我很大的改变 很快的改变 那我也都是 即时又看书啊 学习啊 又操练啊 又教会带我们出去 去传福音 我就去传福音 那我就 发觉呢 我以前呢 很多时候呢 我一开始传福音 立刻就 冲破了这个懼怕 那呢 就说话很流畅了 那我就多谢神了 那呢 那也都呢 在我 我曾经呢 在香港有教过三间中学的 即是在我 去读神学之前呢 我读完 Form 7 我曾经有教书三年的 那呢 因为我在第二间中学的时候呢 它是一间天主教学校 它楼上有个神父 在那儿的 我走上和他聊天 我和他聊天 我和他聊天 关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别 那他都回应我 他说你信了耶稣多久啊 我信了耶稣 那一间教书呢 那我去到那时 我就分享给那个校长 那个校长 那个校长就是彭孝廉 博士 那他就有心 借着教书 和呢 建立基督教学校 来传福音的 那他听完我的见证呢 就是我怎样信耶稣 和怎样传福音 他就请我做 团契的主席 就是我第一次去到教会 我就做团契的主席 那那个初级团契很多人 整个200人参加 就是学生有很多参加的 那我呢 还带那些学生呢 出去传福音乐 就是传契开始好像是10点钟 那我就带他们 8点多钟呢 在冰头花园呢 就是现在动植物公园 在中环那里去传福音乐 那然后呢 我在午餐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一个初信的栽培班 然后后来又开始一个查经班 就是神在我初信的时候 我已经有这种的心呢 一直给神使用 那时候我还没接受神学的训练 但是我看到神那么美善 神就给我这个动力 而给我动力的时候呢 神也都给我恩赐 我记得那时候学校呢 他说所有的老师都讲到 有些老师听到就很害怕 但是我听到是很兴奋 因为我已经有心侍奉神 我很开心 虽然我上台呢 是在那里震 但是一说就不震 一说就听到自己的回音 那马上就不震 但是还没讲的时候呢 就震的 那也有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后来就冲破了这个巨怕 那当时有一个 就是因为那个学校又是一个 在一个教会里面的 那他们的一个传道人 因为牧师 我都不太认识他是谁 他走过跟我说 你讲到很有力量 这个我不是荣耀自己 我是多谢神 他赐给我这个恩赐 当我初信的时候 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 我一说出来 都有好的声音 和那些学生都有很震撼的回应 那我就很多谢神 就是神看到我们的心 神看到我们信靠他的心 他就会将很多礼物赐给我们 那我都希望大家 今天听到这个经文的讯息 你就说 神啊 我很想给神大大使用 我愿意付出代价去跟从你 我愿意将我生命摆上 你就能够将更多的礼物赐给我 那我整个生命发挥 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祝福更多人 OK 好 那我现在示范了 如何用这个经文来说这个信息 而每一点都是去到那个位子 就是说 怎样能够领受神更大的祝福 既然神给我们 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OK 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或者回应 牧师 你刚才说的Hailey Baker 可否串一串她的名字 H E I D I H E I D I 然后呢 B A K E R Hailey Baker 她是很 真是她生命很强烈 她就去过多伦多 其实她 最初已经是神夫召她去宣教 她来过香港几年的 然后呢就去了非洲 Mozambique 那个地方 那个国家 然后呢她就去这个多伦多的复兴 那个机场的复兴聚会 有几年的时间那里很强 她不是去几年的时间 她去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那她呢 圣灵充满到她 她几天都起不了身了 不断充满神的喜乐 啊 神的爱啊 那样 那她就 甚至她的手间都要人 秤起她去那里 她很着重跟神的关系的 她很多聚会 一开始呢 就首先跪下 祈祷 一路赞美神 爱神啊 享受神啊 然后才讲道的 那她 她有这个很强的特色 那我试过有一次呢 就是见过一个人呢 是在她的团队参与的 那我就邀请她去我的教会那里 去分享 那我就发觉一样东西呢 她 她去到那里呢 我又告诉她 那这里有些学生 你可以跟她聊天啊 传福音啊 那她又去做啊 但是她做到那一刻呢 她就说我现在去祈祷了 那她呢 总是呢 她会抽时间去祈祷的 她看到她呢 就是Hidy Baker 有很共通的地方 就是很体重祈祷的 那我由这个人呢 我看得到Hidy Baker 挺体重祈祷的 她很体重和神的关系 她也都很多时候 会讲到神的那种爱啊 她说你看到耶稣的眼 你的心就被她融化 她也都讲到呢 在末后的日子呢 神给她看到就是 将来很多人呢 带着爱 神的爱呢 去到这个整个世界 影响这个世界 在末后的日子 OK 有没有人有问题 或者是回应呢 OK 如果没有的 就 我们就 在这里结束 那大家可以是 有问题可以再问的 那我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有个祈祷先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神你是一个 慷慨的神 你是拥有一切的神 你很乐意将各样的礼物赐给我们 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 和祂的救恩 亦都赐给我们万物 一起 可以经历神的大恩 可以享受生命 从神得力 我们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我们愿意捉紧耶稣 真是世上 没有人像神那样的 真是没有人像神那样有恩典 那样有怜悯 那样有爱 那样圣洁公义 那样愿意去祝福人的 也都有能力祝福人的 我们多谢你 由主帮助我们 全心感激你 全心赞美你 欢喜你 走你的路 当我们全心走你的路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领受 更多从神而来的礼物 由主帮赦免我们 如果我们有地方 是难助神的 祝福神的工作 比如我们的罪 我们被人影响 我们负面思想情绪 有影响的 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以致我们的罪 不会拦阻神 将万物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信靠你 领受神更大的恩典 捉紧神更大的恩典 我们整个生命可以发挥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下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走你的路 我们愿意给你使用 给你提升 在真的走你的路 是对我们有益处 对别人有益处 我们整个生命会提升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神你是配受一切的恩典 你是配受一切的荣耀 多谢天父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 聖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祝福大家 有没有人有东西想说 如果没有 我们到这里为止 我想回应牧师 我很有共鸣 牧师说你 你年轻的时候 你说你上台广道 是不是广道 是啊 广师说道 你很兴奋 很开心 其他老师很害怕 对吗 有点害怕 不是每个人害怕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对 但你反而是很开心 其实我自己就是有这种 就是 在这个Youtube錄影之前 我不是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圣神在里面 不过当时我就不知道是神摆在我身上 就是这样 是 好 感谢主 神会提升你的 你继续跟从神 继续发挥的时候 你就会越大发挥 还有我发觉 我讲信息的时候 我里面好像 圣灵涌出来 那样的 我真的 不是好像我一边想 我讲什么 圣灵一边涌出来 然后说的话涌出来 还有火热的心涌出来 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感染人 就是不要说 哎呀我现在下一句说什么 好疾好疾 而是很轻散 很轻松地去说的 好 祝福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拜拜 谢谢牧师 拜拜 谢谢牧师 拜拜 祝福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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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